近日浙江温州一女子随手扔出一根香蕉皮 老人不慎踩到滑倒受伤 老人诊断为右踝关节骨折 花费医疗费三万多元 辅助器具七百多元 法院认为五女士乱扔香蕉皮 有损社会公共道德 危害不特定公众身体健康 而放任为之主观上具有明显过错 且行为与原告的损害具有因果关系 经过两次审理 最终判处五女士承担原告60%的损失 近日山东德州 民警开展酒驾醉驾违法行为专项整治行动 发现一辆电动四轮车驾驶员有酒驾嫌疑 去去去去去去 看见了吗 立北货手 看究竟二十六号片 好 我看一个大人 你不信 好 再一头 再一头 在那里坐在后面 我现在录着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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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姐夫过来的时间有几乱了 我现在是录着了 我现在是录着了 全程录着了 你录着了 你们怎么啥 你们说咋吧就是录着了 你录着了吗 我这都有录像 你扫了吗 你扫了吗 谁扫了 咋了 我现在是录着了 我现在是录着了 这说一样 你喝酒 最终在民警的劝输下 车辆被暂扣 驾驶员因无牌无证 酒后驾驶车辆 将面临2200元的罚款 5月16日安徽陆安 一名中年男子贾易 称作王锤 拿出100元 让九旬老人找林 看到老人放林钱的地方后 就把老人骗出屋外 偷走400余元的林钱 在门口就做了个手工活吧 看到我爷爷可能年纪大了 然后他想起来 然后就返回头 然后给爷爷寒暄想买东西 爷爷想家里面有木头 给他做一个 就是一说是卖钱 然后这人呢就跟他说 没有零钱 就让他找钱 那爷爷说不要钱 你没有零钱就不要钱了 然后就给你做一个算的话 家里有木头 木材 那么很简单 然后这人就说 我给你钱 给你钱的话 我现在不打 到晚上小孩放学的时候给他拿 就是三叔两说 跟爷爷说给他钱给他钱 然后爷爷就跑到屋里找钱了 那找钱的过程 这人就跟着一起去了 就这样寒暄 然后这个人说 就跟我爷爷出来 一起去找他工作采用 其实你也在这家呢 我只要九旬 九旬闹到 哇呀你也神奇 我还想到那 你也要学习大 他还在这家说 还在这家 爷爷跟着前面走 然后这人就在后面 又返回偷到屋里去拿钱 目前老人及家人已报警处理